好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非常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 意外下的企业数位转型远距办公影音专题 我是伟山 今天活动一开始呢 再次跟大家聊到 由于在今年的年初受到了新冠肺炎的影响 是造成全球非常非常多的冲击 所以呢 当然有很多国家为了要避免疫情的扩大 所以全球大概有七成左右的国家 都开始采取了像是锁国或是封城这样子的一个禁令 这当然也造成了全球在经济上面 是处于低度运行的状态 不过我们看到其实企业啊 它的营运还有它的业务是没有办法中断的 所以企业呢 也开始采取了一些因应策略 也就是在家工作 也因此我们看到远距办公这样的需求是跟着提高 这当然也跟着带动 像是电脑装置啊 还有网路设备以及云端的需求也都跟着增高 所以在今天呢 我们就要针对这样子的现象 以及趋势 非常荣幸可以邀请到的是知名的主机板 以及电脑系统品牌大厂精英电脑 待会就要跟大家来分享到的是 企业在远距沟通当中呢 还有他们的业务运作方面 有哪一些是需要特别注意的重要环节 所以霍隆一开始呢 我们就要欢迎到的是精英电脑通路业务部副理 黄成伟副理 欢迎黄副理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是我们刚刚呢 一开始就有提到这个疫情对我们带来的影响 是所以很多人他就说 有没有可能呢 在这个我们的疫情要获得舒缓之前 其实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疫苗的研发 所以还没有研发出来之前 其实大家还是会持续的处于在这种 经济低度运行的环境之下 当然 那么当然呢 全球就会开始有一个新的常态 也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远距沟通 但是企业在远距沟通上面 也需要做很多的环境部件 比如说像是硬体的装置 还有相对应的软体的配套 以及云端跟网络的需求 而且资安也非常重要 所以在这边呢 我们就要请教一下黄副理 有没有一些建议 或者是你觉得特别需要注重的事情 跟所有的企业们来做个提醒 好的 谢谢主持人提问 是的 因为疫情的影响在不得不减少 甚至隔离人跟人之间的距离的因素考量下 原本从在跨国企业比较普遍 去使用的远距沟通 现在变得在各大企业 民间甚至个人都要被大量 而且快速的部件使用 不过问题是说 如果你的企业本身 他就已经有使用这样的一个方案 跟服务的时候 其实在这波疫情下 他的冲击是比较小 他可以快速的马上去部件 做到无缝接轨的商业行为 可是对于其个人来讲的话 不见得不见得马上可以快速的去部件 因此我们要在部件这些东西的时候 考量到硬体软体 还有网路环境等等的时候 其实最主要的 我们是希望可能快速的部件 不要有占我太多的时间 还有技术问题要克服 所以在电脑的选购上 当然是希望说 我拿到了这样一个系统 已经是完整的 我只要插电开就可以用 软体也都是包涛做好的 当然我们用远距沟通 另外一个很比较大的影响因素 一定就是网路的速度 还有就是甚至影音周边的这些需求 好 在硬体的选择上 我刚刚说过 谁差即用 减少设定的时间 软体的部分的话 一定在这里要呼吁大家 要用知名服务的合法厂商 对 没有错 有很多免费的软体可以供你使用 但是为了确保资安的问题 不会影响你的未来的隐患 所以必须使用合法 大量的商业用的软体 来去做操作 OK 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得到 Microsoft的Team Skype 或甚至Cisco的Webex 这些东西都是 好 当然有了这些软体部件之后 为了避免你的数位资料 在这过程中被窃取 防毒软体 还有一些保护的措施 是必要的做到 所以这些都是在 你选择一个远距办公 或远距学习时候 必要的考量因素之一 OK 是 所以这些因素 真的都非常的关键 是的 所以刚刚提到的这些环节 好像跟我们这些年来 就是遇到的 IoT 物联网的应用环境 里面要注意的事项 好多都非常的类似 对不对 所以我们很想请教一下黄副理 精英电脑在这一波波 我们提到物联网的应用浪潮当中 我们是怎么样扮演好自己的角色 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以及怎么样在我们的产业做好 我们设定的定位呢 是 谢谢主任 陈如刚刚主持人所言 精英电脑提到这几个字一定直接联想到的主机板 还有系统类的产品 但是你们不知道的是说 其实精英电脑在这样拥有这么多 三十多年的核心技术下 我们已经把这样的技术转型到开发各类不同的硬体产品 不仅仅是电脑内 甚至车载相关 物联网相关的一些硬体产品 这样才有办法去因应接下来的 我们刚刚提到的群组作战的一个市场需求 所以其实精英电脑在很早期 就已经知道要运用核心的技术开发 去扩展它自己自身的产品 跟找寻合作伙伴的重要性 所以我们除了自己不断的配合市场 开发各式硬体之外 我们也在这样的浪潮之下 找寻很多的软体的合作伙伴 提供各式不同的硬体方案跟软体方案 去解决各式不一样的AI 甚至IoT Smart City的各式问题 所以基本上来讲 我们不是浪起来了之后 我们才去做这些事情 其实对于这个事情 这样的趋势来讲 我们是已经超前部署 不断的进化 不仅是说保持原有硬体供应商的领导角色 也以成功的转型 在智慧城市的议题下 是一个方案整合的供应商 好 谢谢黄副理的说明 但我们最近有听说一件事情 就是精英电脑 就因为这次的疫情 特别推出了一款LIVA迷你电脑 这是一定要的 所以就如同我们画面看到 它的外形真的非常的迷你 它可以说是打破了我们传统 对于迷你电脑 这样子的一个想象 电脑应该要有的外形 它真的非常非常的小 而且它也重新定义了 我们对于迷你电脑 它所产生的效能 还有使用者体验 那当然呢 使用它在企业的远距沟通上面 还可以降低它的成本 当然 然后可以提升我们在家工作的效能 所以在这边迫不及待 想要请黄副理跟大家来分享 LIVA迷你电脑它的特色 还有它的优势是在哪边呢 好 谢谢 主持人真的是非常专业 其实在众多同业的竞品当中 我们大概知道的迷你电脑 约目就是这个样子 10x10公分 7公分高的一个铁机 那在于尺寸上来讲的话 或许你看到都觉得 嗯 就是这样子 那我们自己本身 已经有累积30多年的主板 跟系统的经验 当然不会只是希望做这样子 我们会不断地去突破它 所以这一台LIVA Q系列的产品 是目前世界上最小的一台迷你电脑 好 我们先来看一下它的规格表 从规格表上看得到的是说 这一台的机器第一眼印象了尺寸 多小呢 7x7公分 3公分高 那么仅有不到180公克的体积 在这样的体积里面 我们内含了Intel Penton Gemini Lake CPU 4GB的记忆体 甚至32或64GB的内存 可以让使用者去做选择 在这样的里面 我们对于无线网路跟Lane也是完全支援的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实体的Lane Port 走RJ45的一个Connector 另外的话蓝牙也是支援的 如果你们对于我刚提到的64GB的内存不够的话 我们在旁边有甚至多了一个SD卡插槽 可以让使用者去自己自行去扩充 OK 这样的一个机器里面 我们可以很惊讶地看到除了HDMI Port 当然必备之外 它还支援到4K 那这个其实对于你在远距工作或在学习上 要看萤幕来讲是其实非常很棒的一件事情 好 那这个机器也支援所谓的Vesamount壁挂 可以很轻易地支援在电视机后面 或者是任何你可以支援Vesamount的一个环境里面去使用 不管你是平板或者是壁管其实都可以的 OK 这样的一台机器我们为了让你省去很多安装的一些问题 我们出货的时候其实就已经内建了一个Windows 10 Home Edition的一个OS 让你其实只要插上电源就可以使用 这是一个非常方便世界上最小的一台迷你电脑 好就像刚刚黄副理所提到 Lima迷你电脑简单快速又方便 是的 很好上手 所以我们知道Lima不只是在市面上 在业界上也有领先的技术 是 谢谢 所以我们很想知道Lima迷你电脑 它目前的目标市场还有我们的推广方式是哪些呢 好的 谢谢主持人 这个问题我会以短期的疫情商机 跟中长期的我们的营运策略来跟大家说明 第一个以短期来看 我们看一下我所带来的一个方案介绍 从萤幕上可以看得出来 我们现在有四大解决方案 第一个是远距的工作远距会议 再来的话就是远距学习 后面还有两个是针对线上游戏 用我们比较强大的Lima的迷你电脑 再来就是居家追剧 都是采用我们的Lima的Q或是Z系列 像这样的一个产品来去做搭配 好的 首先针对远距学习 还有远距会议 整个方案的主体是运用我们的Lima 迷你电脑或者是我们自身生产的笔电 再去搭配各式的周边 那么搭配各式的周边的方案 其实有两种 一个当然是我们也在积极地寻找我们的伙伴 来跟我们一起合作 另外一个我们也是透过跟电商合作 因为电商本身自己就有在 就是销售这些键盘滑鼠周边设备 他们有他们的疫情跟档期正在做 我们可以配合他们这样的方式 来搭配出解决方案 好 我们来看下一个简包素材 所以从这样的一个概念上来看 我们看得到除了简单快速 安装方便的一个利基之外 我们要把这样的配套措施 快速的部件到客户的手上 因此我们也会透过电商 不管是本地的或者是跨境电商来去做销售 好 来 我们看一下 我们其实整个方案的精神 下一张投影片 谢谢 这个是远距学习一样的 好 我们再看下一张 运用我们Liva的mini Q2 或者是 眼前看到这一台Z系列的电脑 来去搭配周边 那你们或许会担心 有是不是会有软体相容性的问题 其实在各大合法的软体 不管是免费或付费的 包括Microsoft的Team Skype甚至SysTalk的这些软体 我们已经都有经过验证 相容性没有问题 使用者其实只要安装上 我们的硬体电脑跟周边之后 打开它下载这些软体 其实就可以马上去做工作 跟学习的一个事情 另外在应用的方面 因为这个议题已经在市场上 产生了很大的一个需求 我们mini电脑虽然是一个桌上型的小桌机 但是其实在应用市场里面 我们也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定位 不多说我先带来一个影片 让大家来参考一下 就大家所知道 mini电脑当然是一个桌上型的一个电脑 其实在不同应用场域里面 它也可以如影视中看到 当作一个数位播放器 我们运用在高铁上面 甚至可以当作机场的飞航显示器 另外其实针对不同的室外或户外的一些广告看板 我们的mini电脑可以很轻易的砍入大家的一个系统里面去 所以甚至像在饭店业或者是在娱乐事业里面 都可以让我们的电脑找到适合的角色 甚至在远居学习 不管是用我们的入门或中间高阶的机器 其实都是可以的 甚至在smart home里面 我们有机器可以支援 和lexa 语音的遥控 只要是在相较友善的环境里面 这样的解决方案都是适合我们各式的mini电脑去使用 包括我们现在看到的smart retail的一个部分 智慧零售的部分 其实我们除了消费型电脑之外 我们甚至也有公用的类公共的电脑 来去符合其他更多 真的是比较在严苛环境使用的一些方案 好主持人所以你也从刚刚的影片看得到 我们的mini电脑现在应用的市场里面 其实也可以化成是 譬如说是Digital Science的Player 或者是一个Gateway 甚至在AI Edge的应用市场里面 我们也是一个高效的运算器 因此其实我们在AI Edge应用的转型上 我们看到的一点是说 应用的需求很多 规格需求也不一样 但是只要找到适合对的一个场景跟一个角色 我们的mini电脑占有其体积小的优势 价格具竞争性的优势 一样可以打入这么公共这么硬的一个应用市场 那接下来我会有许多的成功案例跟大家讲 不过今天时间有限 待会我会跟大家带来一个 其中的一个就是用我们的 其中一款高效的运算器 控制的运算器做人领辨识 我想跟主持人跟各位分享是说 在应用的市场里面 唯一会被局限的是你自己的想法 没有任何事是不可能的 只要找到适合对的定位 迷你电脑也可以是在应用市场里面 具有特色竞争性的一款计算器产品 所以我认为在这样的应用市场里面 只要有任何需求被提出来 你们大家其实不用一开始就去想说 公用电脑很贵 或者是我的解决方案只有如此 其实在迷你电脑这一块 也能够提供你们不同不一样的另类经验选择 好没错 所以刚刚透过黄副理的分享 我们知道精英电脑拥有非常领先的技术 而且有丰富的经验 相信一定可以获得到非常多的企业 还有合作伙伴的信赖以及采用 那我们知道精英电脑 其实有非常多的合作伙伴 但是我们想要了解 主要的合作伙伴 他都是在哪一些的产业或是领域 以及有没有一些例子 可以跟各位分享 我们成功导入之后的一些经验呢 OK 好 如同我刚刚大家报告的 我们试着在IoT工业的应用领域 找到我们自己适合的立足点 所以在我们这几年的一个研究跟确定之后 我们自己的角色已经确定是在 做A矩端的一个服务 用我们强大的运算跟优势的体积效能 在A矩端做跟这些应用做服务 那么我现在先跟大家提一个 我们现在比较成功的案例 它这是一个在日本导入在幼稚园的人脸辨识案例 在前一阵子我们都知道日本可能有些鲁人 尤其针对小孩子 随机杀案的案件很多造成社会的一些不安 而再加上幼儿园它本身是一个开放式的设计 所以在尖峰时间老师可能没有这么多的人力 可以去顾及所有进来的到底是家长还是陌生人 这套解决方案是跟我们的软体伙伴SyncPower合作 我们自己的硬体除了是采用Intel Core i等级的CPU之外 还更支援Intel的OpenVINO去优化我们的运算 然后这整个方案是透过一个IP CAM PoE Switch去连接我们两部的Liva迷你电脑 其中一台迷你电脑是当作边际运算 另外一台是当作是一个Gateway传送最后的比对结果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图上我们可以看到是说 从大门口进来当这个IP CAM 已经截取到访客的一个面容部分的一个生物特征之后 会用其中的一台迷你电脑去做快速的Edge比对 比对处的结果因为是内网 它不会去外流 所以安全性是不用担心的 我们只会把是或否正确与不正确的结果 透过另一台迷你电脑 与社群服务的软体上云端告知已注册的使用者 譬如说是爸爸来接 那可能爸爸妈妈都会接到同样的一个手机 确保爸爸在工作的时候 不用担心小孩被绑走这样一个问题 OK 这一套方案跟其他不一样的地方在于说 因为它轻巧成本低 所以可以大量的部署 也不会有太多资安的问题 那么在这整个方案里面 我们所会用到的 就是我们的Liva的迷你电脑 还有就是我们厂商合作开发的人脸辨识软体 还有Intel OpenVINO的加速技术 这样的一个成功案例 其实在我们去年在日本推出的时候 是颇受好评 目前已经有多个幼儿园 跟我们一起合作导入开始在试营运 那接下来我们也会试着这样的一个方案 导入到更多工部门或大企业里面 好 刚刚黄副理呢 你提到的是针对在教育面这一块 也就是我们说日本的幼稚园这样的案例 但是书看的观众很多是在不同的产业边 是不是可以再给我们一到两个 不同的成功导入经验跟大家分享 临时考题这样 好的 没有问题 我们在现在在大街小厂或是在比较公共区域都 我们都可以看得到有一个东西 叫做数位看板 数位看板当然不是这么简单的 只是一个灯泡闪闪说说 现在数位看板其实真的是很优化的一个产品 它有大尺寸的屏幕 而且可以从推播各种资讯 放在室内或者是户外 来提供各种不同大众所需要的讯息 那么其实这样的产品当初 一开始在设计考量的时候 因为要考虑到户外的严苛使用环境 吹风下雨 即便是外面有一个机器的壳 不管是塑胶或铁壳造起来 那么其实它都还是希望 里面的一个硬体设备 都可以运行在一下比较严苛的环境 但是相对的 你越要考量到的因素越多 你产品的成本就会越高 举例来说如果你把一个需要 0到60度或甚至70度以上 这么公共产品 放在一个百货公司里面吹冷气 不是不能运行 但是相对的对于客户的采购成本 就会偏高 或许它本来的预算可以是采购部件20台 如果你今天的成本可以再低一点 可以多个5台10台 是有可能性的 最主要我是要跟大家在分享是说 迷你电脑一直被视为普通的电脑 原因是因为你们不知道可以这样用 但我们在与各个不同的AI的应用 IoT的应用专家的领域接触发现 其实只要找到我们相对适合的环境 譬如说室温40度最高这样的环境 通风良好 即便是藏起来看不到的地方 也是我们的迷你电脑可以着力 甚至可以达到跟公用电脑一样的一个功能 只要是摆在比较没这么严苛的环境下 我们的轻薄小的一个特性 可以让你自己整个系统产品优化到 更外观更好更薄 那相对于价格方面 因为我们用的 我们当初的设计是比较属于消费型的设计 所以与同等级的一个工业产品比起来 我们价格是绝对具有竞争性的 是没错 所以刚刚说到目标市场的推广非常重要之外 现在我们所处的年代是 大家也都很重视的就是使用者体验 所以不管是生产者或是消费者 我们大家最在乎的就是产品跟消费者之间的连结 那刚刚有提到的是Liva迷你电脑 我们这边很想知道说 精英的迷你电脑是怎么样改写 我们传统对于使用者体验这样子的一个想象呢 好的 其实当我们已经仰赖以行动资讯为主的生活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硬体设备 其实它的功能越来越强大 但比较有趣的是它的操作方式却越来越简单 譬如我们现在手上每一个人的智慧手机是最明显的一个例子 不管你拿到是哪一个厂牌的手机 不管是Apple还是三星 你拿到不用特别经过特殊的教育训练 你就一定会的就是开机滑手机点萤幕 甚至音量大小声 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我们设计商制造商也知道 这些东西在背后的理论跟操作结构 对一般的使用者是不需要知道的 他们唯一知道是怎么样操作的便利性跟简单化 因此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下 我们的迷你电脑也是以最简单 最快速部署来提出这样的产品设计跟解决方案 如果我一开始所提的 这一波疫情让全球的商务都受到很大的影响 因此在为了能快速部署跟建制 不论是远距教学或是远距工作 迷你电脑一定要让使用者能够快速简易的 去使用操作买来电插手就可以用了 这个就是跟我们市场这趋势结合 我想这两点快速跟简易 是未来所有在市面上各式的产品或方案 不可或缺的最重要的两个因素 是 谢谢黄副理 所以刚刚提到 也就是可以知道精英电脑非常注重使用者体验 所以看到LIVA迷你电脑就是快速简单好上手 但是我们也很想知道 我们刚刚一直提到这个疫情为我们带来的影响 所以我们很希望疫情赶快过去 但是就可能消费者就会问到 他说如果说未来疫情告一个段落 是不是精英电脑可以持续提供这么棒的一个优势服务 或者是身为消费者当然想要更多嘛 我们都会想问说 可不可以提供更多更好的一些体验服务呢 是的 基本上我们看这次的疫情 大家都会错估以为是短期 可是目前看起来会一个长期而讲 而且确实如之前Apple手机带来的一个影响 就是已经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模式 那远距沟通跟远距学习这样的一个需求 已经变成是一个必要的 不管你这个疫情从不存在 未来都一定需要这样的一个方案存在 所以电脑设备基本上来讲 不论是笔电或者是平板或是个人电脑 都会跟手机一样是一个必要的设备 我们除了持续走Channel 实体的管路销售之外 电商销售也不会是因为这一波疫情 才去做的一个短期策略 这长期来讲 我们也是会透过电商才去做销售 除了销售之外 配合我们全世界各点的服务经销点 跟分公司来去做更完善的一个配套措施 所以同时也因为全球经济重创 虽然需求都会在 但是其实客户对于所采购一些方案的成本价格 一定会多所考量 如果说在同样的规格比较之下 可以用比较优势的价格取得解决它的问题 我想很多人都一定是乐意见到的 所以回应到刚刚主持人问到的问题 我们会持续的优化我们自己本身在体积价格 还有一些通入优势的上面 持续把方案跟产品做到最完善 让大家可以在需要各式解决方案的时候 都会想到我们精英的迷你电脑 是 所以透过黄副理刚刚的分享 我们对于精英电脑以及Liva的产品 都有了更深一层的了解 当然也提到其实面对到疫情是没有办法来预测的 而且我们持续面对到的就是这个低度运行的经济环境 所以在这中间最重要的关键环节就是企业 在远距沟通当中怎么样可以持续的来维持工作效能 而且可以提升在业务上面的一个运作能力 并且要加速数位转型 这些都是至关重要的一个重要环节 今天非常谢谢黄副理 来到现场跟大家一起分享这么多新的资讯 当然如果大家对于刚刚黄副理提到的内容 或者是对于精英电脑有任何想要发问 都欢迎大家可以在我们线上研讨会上面发问 有可能黄副理本人就会来回复大家 以及我们专业的团队都会为各位来做回复 那也提醒各位现在荧幕上面出现的QR Code 也请待会呢帮我们扫描之后 就可以填写线上问卷 只要有完成的嘉宾就有机会可以获得到 Digitypes创办人黄金友社长在2019年的著作 也就是科技岛链中美日韩台共购的产业新局 限量50本大家要记得帮我们把握机会 以及在明天我们一样有非常精彩的内容 会邀请到NTT跟大家分享 跨国企业在迎战疫情的时候转型契机是哪些呢 精彩的内容我们明天再跟大家见面 谢谢黄副理今天的分享 谢谢 我们再会 谢谢 各位我们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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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